頂姐妹平安 我們今早一起來敬拜 神指給我們的恩典 我們一起來思想一段經文 就是剛才我們所讀的那段經文 請大家再一次打開聖經 我們一起來看著 聆聽神自己的說話 是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剛才讀的時候,我相信頂姐妹都會留意到 主耶穌說的 是他末世再回來的時候 很多的景象 和預兆 其實這段聖經是很重要的 因為在主耶穌的講論裡 是罕有的 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是記載了他 比較全面的大量 深入的,講到他將來 再來末世的時候 一些的景象和預言 在這方面 在聖經當然 最多的是記載在啟示錄 但是 其他的地方 都有記載,但是比較零碎 集中的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看回 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也就是寶羅 如果你說寶羅的書信裡面 通常我們說 最重要的當然就是貼薩羅尼加前書 尤其是第五章 或者我們看他的 哥林多前書的第十三章 十五章 在這個經文裡面 今天我們用一點時間 一起思想這段聖經 這段聖經是不容易理解的 因為講到將來的事情 首先 門徒很難理解 到今天我們都很難理解 看看當中 比較一些 複雜一點的地方 但是 本身很有 很深刻的意思 好 我們一起來看 馬太福音的第二十四章 我們主耶穌在什麼情況下 講出 這一段 這麼長 這麼深入 關於他再來 末世 將來所發生的事情 我相信 多多少少 是被這些門徒的無知 引發他講的 所以耶穌在這段聖經 雖然很短 剛才如果心水清 你讀的時候 留意到 短短的這一段 剛才只不過在開場白裡面 講了三次 叫他們不要被迷惑 其實我們今天 不是用門徒來開玩笑 但是門徒都很猛的 看怎麼猛 因為耶穌什麼時候講這段聖經 就是在二十三章之後 門徒問耶穌的問題 他說 師父 請你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會發生這些事 你降臨 和這世代的終結 有什麼預兆呢 待會我們研究一下 這段聖經 其實問了三樣東西 但是門徒不知道自己在問什麼 但是最令耶穌感觸的 就是這幫門徒真的不相信 我用這個字眼 為什麼呢 看二十三章 耶穌在說什麼呢 二十三章 耶穌在聖殿裡面 和他那些民事快樂賽人 那些敵黨的人去辯論 而且耶穌也發出 可以說前所未有嚴厲的 對他們的警惕 以及對他們的策麻 你看二十三章就知道了 我們今天不詳細看 即是說耶穌基督在聖殿裡面 受到這一幫聖殿的 即是說民事快樂賽人 當時的宗教領袖那種的攻擊 攻擊得很厲害 主耶穌很大膽 因為他在在世日子都不太多了 所以他很大膽地 將他對於這些錯誤 這一幫人的罪惡 來斥責一番 心情真的好不好 好了 然後他們就離開聖殿 因為二十四章一開始 耶穌出了聖殿 你明白嗎? 那個場景是耶穌說 離開聖殿了 一肚火 心裡面很難過 那些人這麼硬心 為什麼這樣 來對神自己來到這個世間的尼賽亞 然後聖經說 往前走的時候 門徒前來把聖殿的建築 此給怕寒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相信門徒不是說 師父 這間叫聖殿 我想不是這樣說 是嗎? 要他們說嗎? 耶穌知道 正在裡面出來 那你指他看什麼呢? 我相信大部分的 可能 我想應該百分之九十幾的可能性 就是門徒說 你看這間聖殿多漂亮 是不是? 有沒有看呢? 這麼熟 當然說他這間聖殿很漂亮 這間建築給你看 哇!多輝煌 我剛才說那幫門徒不生性 耶穌剛剛才激到 真是 什麼? 他們心都淡了 一走出來門徒說 哇!多漂亮 所以耶穌有時很大的感觸 在這一陣子很大的感觸 就講了一句語言 從那一段開始 就講了一句語言 他說你們不是看見這些一切嗎? 就是說這間聖殿很漂亮 但是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裡再不會有一塊石頭 留在石頭上面 每一塊石頭都要拆下來 耶穌不是一吐火就爆脾氣 就說這句話 這句話 這句話有他的語言的意義 今天我會跟大家講少少語言 我不想給大家的感覺 或者我們最有興趣的就是對號入座 這個已經認驗了 但是事實上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想大家看見 今天或者昔日 耶穌所講的說話 不是憑空講 然後我們再把它轉到我們今天 對我們有什麼意思 好嗎? 所以我兩方面 我努力在短短的時間裏 做了這兩件事 首先我想跟大家講 耶穌他的語言 絕對不是憑空來講的 更加不是一時生氣起來 就說你看看 你說漂亮的這間聖殿 這個漂亮的聖殿 有一天沒有一塊石頭在一塊石頭上面 都被人拆了 就好像很晦氣 但是如果你看回歷史 幸好今天我們已經是二千年後 我們看回歷史的時候 這句說話絕對不是一種晦氣的說話 如果你看歷史你就會知道 最有意思的就是 這間聖殿是何時被人拆的呢? 讀過著學的弟兄姊妹都知道 是嗎? 公元後七十年 公元後七十年之前的四年 當時的猶太革命黨 我們稱為憤怒黨 或者其他革命黨 就佔據了耶路撒冷 想獨立對抗羅馬政府 當時羅馬政府 於是最後 在公元七十年的時候 羅馬政府就派了當時的大將軍 叫做提多 後來提多就散了為自己做了皇帝 這個是後話 提多就去攻耶路撒冷 當然 這是一個很慘烈的戰爭 我們不需要說 最後哪一人救羅馬人打 這些猶太人革命的黨 所以最後攻入耶路撒冷城 提多本來歷史說 按照若瑟夫當時的猶太的歷史學家 所記載 提多本來都說 算了 立到去我搶回地方就算了 但是他的手下就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有可能一個溝通的問題 於是走進去就殺了很多人 事實上是 形容當時 若瑟夫說 血流成河 但是還有一件事 那些不知是因為打了那麼久 所以那些羅馬兵 就一把火就燒成 一把火燒成的時候 就把那個聖殿都燒了 當時聖殿燒到 形容好像一個火爐一樣 那些火焚燒得很厲害 於是整個聖殿燒了 整個聖殿燒了 都不會沒有一塊石頭 在另外一塊石頭上面 但是燒了之後 大將軍提多 開始想想想 不是很對勞 因為這個聖殿裡面 很多寶藏 有金器 有銀器 有很多這些 當然是這麼漂亮的 還有就算門檻 那些很多都是有金在那裡 那你一燒 那又怎麼樣 融光了 那便流到那些石欄那裡 沒有了 於是提多 就是下令 使兵每一塊石頭 跟一塊石頭之間要撬開它 挖回那些融了的金或者銀出來 於是就應驗了主耶穌所說 很特別的一句話 沒有一塊石頭 在另外一塊石頭中間 是不是很精彩? 我們的主耶穌說的時候 門徒不知道在說什麼 因為主耶穌所說的是公元後七十年 當時大概公元三十年 所以四十年後所發生的事情 主耶穌看到了 今天我們看這個預言 很特別 我們主耶穌的心 好像在天上看下來 門徒在下面看的 所以門徒看的東西不清楚 並且這些東西混在一起 主耶穌說的時候 亦都是將到不同的時期 所發生的事情 一次過這樣 將它等在一起說 那你就說 主耶穌你這樣 找來搞的 那不是 你不要怪主耶穌 因為門徒問得亂了 為什麼呢? 剛才我們說的那句 第三節 門徒開始就不明白了 耶穌說了這段說話的時候 第一 請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會有這些事 這些事 就是剛才耶穌所說的 沒有一個石頭 在一個石頭上面的聖殿 這件事 如果耶穌直接答 是公元後七十年 是四十年後 所發生的事 但是門徒又不知道自己說 什麼 再加上你的降臨 和這世代的終結 你明白嗎? 他自己搞錯 他們自己不知道是什麼 於是 就以為那些是 於是說 你再回來的時候 這個世界的末日 這裡一說 其實他在問一個 就是二千年後 還沒有發生的事 大家明白嗎? 會有什麼預兆呢? 即是說 那些事情發生之前 會怎麼樣呢? 這個變成 門徒一問 就問了三件事 第一 聖殿什麼時候會發生? 公元後七十年 應驗了 今天我們回看 第二 你將來 再來的時候 會怎麼樣? 來之前 會怎麼樣? 這門徒很複雜 但其實他自己也不知道 在問什麼 那耶穌你問 如果你是主耶穌 我不知道 你怎麼回答? 就不知道怎麼回答 這幫人 一塊魂 即是我們今天 不是說門徒不行 就是門徒 不是很生性 所以我們說 主耶穌回答的裡面 是比較複雜了 你看見 所以 馬達福音二十四章 最難解釋就是 不知道什麼時候是說聖殿的語言 什麼時候是說末世的語言 主耶穌是跳來跳去的 我們剛才說 這段聖經究竟是 遇兆是怎麼樣? 我們只是說這一段 因為今天我們的時間有限 就是說 這些世界的結束之前是怎麼樣? 按照我們一邊看第四節 一邊看到十四節 剛才我們所讀的這十節聖經裡面 主耶穌所說的 大半 主要我相信 我們相信 他是說到他再來 就是說 現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 所顯出來的預兆會是怎麼樣? 所以主耶穌說末期還未到 但未到之前 會有這些事情的發生 聽得明白嗎? 那時候 所以 究竟剛才我們所讀的這些預兆 包括了什麼 我們就要 稍微把它 綜合來看一看 然後 我們又不是說要對號入座 哪些應驗座 不過有些事情我忍不住 想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可以代表是 我自己一些的理解 但不一定 逢親關於預言的 千萬不要相信一個人的解釋 好嗎? 我可以這樣想像 不過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 我們說 耶穌基督這個預兆裡面 有幾樣的特色 第一 教會 信徒 會有困難 這個困難是來自迷惑 在信仰上面的後退 普遍有信仰上的後退 為什麼? 因為很多的迷惑 還有 因為不法的事增多 很多人的愛心 就冷淡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 會有什麼呢? 是外在的環境上面 在祭遇上面的災難 因為 他說會看到很多的天災 就是 第六節和第七節 有打仗 然後有飢荒 有地震 這些是外來環境上面的災難 第三 就在我們信徒 相信的人 身邊的人 都因為信仰的緣故 對我們有所排斥 甚至有迫害 這個就是第九和第十節 很多人要將你們送去受苦 殺害你們 因為我的命被萬民恨惡 很多人要出賣信仰 互相恨惡 這三樣東西 我相信 就是當時 以耶穌所講的三個特色 這三樣的特色 有些弟兄姐妹一看就說 這裏時常都會發生 是的 在歷代都會發生 甚至在聖殿被毀 公元七十年之前 都有這樣的事 基督徒都被人迫害 但是有些學者都特別留意到 地震、飢荒 似乎在那幾十年就不多 第二 打仗都不多 那幾十年 耶穌講了之後 到了聖殿那四十年左右 羅馬的整個帝國都算很穩定 沒有什麼特別的戰爭 所以那些戰爭、飢荒、地震 這些事情 似乎又不是完全在公元七十年前發生的預言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說主耶穌所講的預言 就是一個整體的歷史上的預言 大家明白了嗎? 不是單單 有些學者是很狹窄的 我自己個人覺得 我看了不少的研究 很狹窄的 只是耶穌講這裏 全都在講聖殿 不是在講將來的 我覺得耶穌是真的在講將來的 那當然你說 門徒、信徒會被迫害 那這個就一直都會有了 就算公元後七十年之前都會有發生 對於我來說 我想跟大家講 我自己一直看的時候 我不是想對號入座 但是你說歷代都會發生這些事 災難、信徒的迷惑、假的信仰 以及被人迫害因為信仰的緣故 這些在歷史上多次發生 但是有兩件事 有兩句說話 我們一路閱讀的時候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和體會 有兩句說話 耶穌講得比較奇怪 奇怪也就是 不是單單在語法上的重複 而是耶穌為什麼會無緣無故 我們知道主耶穌講的說話 當然不會無意思 這兩句說話 我想跟大家拿一點時間來看看這兩句說話 第一句說話 他說 你們要 聽見戰爭和聽見戰爭的風聲 另外一句說話 另外一句說話 就是第七節 一個民族要起來攻打另一個民族 一個國家要起來攻打另一個國家 這裏有些在普通的語法上不需要的重複 你們會聽見有戰爭 那就夠了 需要再加多一個戰爭的風聲 原文的意思就是 有些周圍都在說打仗了 打仗了 打仗了 這樣的留言 就是rumor 留言 打仗就是打仗 用不著特別強調這個戰爭的留言 第二 戰爭當然是國攻打國 為什麼無緣無故加上民攻打民 或者是一個族群 原文的意思是一群族群打另外一個族群 這件事 我不相信主耶穌是隨口說的 如果你問我 我讀歷史的人 看回頭 就是二十一世紀的特色 之前當然有戰爭 但戰爭很清楚 打仗 那就打仗了 終日打仗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要留言 又打仗了 又打仗了 這裏可能打仗 那裏可能打仗 為什麼這麼不穩定 周圍都有人說在打仗呢 我相信 以前的戰爭和現在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現在的打仗 是周圍都可以發生的打仗 正如一個星期前的倫敦 那裏打仗 它不是伊哈克 或者是敘利亞和英國打仗 而是你發覺在所有可能的地方 你想都不想到的地方 只有一輛車衝上去就要撞死人 那些地方有個炸彈爆炸 跟你一起同歸於盡 就是說 戰爭 這種鬥爭 戰爭的鬥爭 變成是每天我們聊天的內容 不一定有什麼大的戰爭 國和國的戰爭 國和國的戰爭已經變質了 國和國的戰爭很清楚的 美國和蘇聯打仗以前 中國和日本打仗 這些是很清楚的 國與國的戰爭 所以再加一句也是很奇怪的 族群和族群要鬥爭 族群要起來攻打另外一個族群 這個族群是什麼意思呢? 到今天21世紀我們才明白 以前是很少這樣的情況 現在大部分的戰爭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有沒有留意 他不是國家打國家的 是民族自己打 你在非洲就看到了 所有互相殘殺甚至屠殺的 都是自己的民族 一個種族打另外一個種族 不是國家打國家的 在中東也是這樣 在歐洲也是這樣 在東歐也是這樣 在亞洲也是這樣 大部分的戰爭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的 北韓打南韓的 你明白嗎? 不一定要打日本的 是自己的族群打族群 戰爭是無所不待 無處不待 所以我們每天都有戰爭的留言在說 因為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那些恐怖的行動 恐怖主義的行動 就會臨到你和我身上 有時候在倫敦 有時候在歐洲 有時候在印尼 有時候會去到美國 某一個城市 想都想不到 我自己幾個星期之前在德國 大家一段很小的新聞 已經多到沒有什麼人說 那段新聞其實是發生了 就是在一個叫做海德堡的城市 那裡 我們那時候剛剛在那個地方 有個人就拿著車 衝衝衝去市集中心那裡 就撞傷了幾個人 撞死了一個 站在麵包店前面的阿伯 那你說怎麼這麼熟悉 因為我就在海德堡 就在二百馬島之外的地方 就是那個時間 本來就約了一個中國學者 就是站在那個麵包店的檔口前面等 我跟太太說感謝主 都是神救了我的命 那那個阿伯是我來的 中國阿伯 原來撞死了一個 那就是我 就是因為那個學者說 我不行了 我遲一點點 就是遲了那半個小時 我就不是站在那裡等他 那裡我們還有其他 還有一個家庭是推著嬰兒車的 那裡跑不掉的 拿著人就可以閃 嬰兒車跑不掉的 撞過來是我的 就是你突然間第一次這麼接近 打仗和打仗的風聲 每時每刻都有這件事 我相信如果這樣說的時候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不想說 這段聖經 我時常都說 主耶穌隨時都可以回來 不過真是勤 是很勤 你問我的心 我說是很勤 或者是結局來到的情況 不過我想再講更重要的 不是只講這些這樣的情況 不過我想講更重要的 那怎麼辦呢 更加重要的 我們應該用一種什麼的態度去面對 所以 第十三和十四節就講了這件事 當我們面對我們人生 有這些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聖經說 是失敗 這是另一回事 但是有兩件事 我們要堅忍到底 以及將福音傳遍天下 是什麼意思 堅忍到底 大家就會明白的 剛才說的 如果我們所面對的 就是每天都有這樣的攻擊 戰爭的危險 然後災難的發生 周圍的人 因為我們的信仰 我們不需要再重複一些具體的例子 因為我們信仰的緣故 做基督徒是越來越難的 不用說了 我們都明白了 現在問題就是 如果是這樣的 那我們的真正提醒 我們自己要做的是什麼呢 很清楚 聖經告訴我們 這裡都是 我們一聽就會明白 要見人 不要放棄 不要說 這麼難做 我不做了 這麼難做 這麼危險 我放棄了 不是 我們要更加相信 神在這裡掌權 但這個需要很大的信心 當一切所發生的事 都好像不如我們所希望這樣的時候 我們對神那種的主權 對神的信心 對神的信任 對神的能力 和愛 不發生動搖 這個就是我們一個很大的挑戰 平常沒事的時候 說神啊 你真是愛我 神啊你真是偉大 用什麼而說 但當周圍的人都逼迫你 當你面對人生的危險 天天都會發生 戰爭的聲音 戰爭的留言 你自己隨時都可以 沒有了你的生命 你看到這些一切發生的時候 你仍然相信神在這裡掌管 這個是需要很大的堅忍和信心 到底不放棄 當大家都看到這個世界這麼亂 不發的事越來越多 就愛心冷淡的時候 我們仍然堅忍我們 對神的信心 和對人的信任 和愛心 這個是很自然的 不過 留意 聖經沒有停在這裡 堅忍 那就夠了 為什麼還要加上 將福音 好消息 傳遍天下 這個就很有意思 不是單單是被動的去堅忍 聖經提醒我們 還要去將這個好消息傳出去 是什麼好消息啊 這個就是神在我們身上所經歷到的 救恩和奇妙去傳出去 為什麼你可以傳啊 我相信呢 如果你問我心底裡面 或者門徒都會問的問題 那為什麼還要傳啊 怎麼傳到啊 忍到都算好了 是不是 但是神在主耶穌那個挑戰裡面 就是因為你有這樣的困難 你已經堅忍 所以才更加需要傳 和能夠傳 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我們有這些困難 等一下我相信 講到這裡 你心裡面還是還有些 不明白的 但是我想跟你說 你說出來是什麼呢 為什麼主耶蘇黎之前 我們要這麼慘呢 為什麼神要施展大能得勝的之前 要有這樣的日子 這麼慘呢 如果你問我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有這樣的日子 我們面對很大的經驗上面 信仰上面的挑戰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個挑戰上面 被迫的訓練、掙扎 站立得穩、堅忍 我們經歷到原來這些打不到我們的 然後我們就拿著這些 我們能夠體會到的神自己奇妙 就告訴那些 同樣在這個災難的世代裡面 周圍的人聽 這個就是福音 福音傳開 不是因為信耶穌 有好處的 不是的了 信耶穌得永生 顿耶穌得水牛 這些已經過時的了 這些不是真正的福音來的 真正的福音要告訴別人 你看看我和你一樣 我們都在很困難的日子裡面 甚至我們給你的迫白更多 因為我們的信仰的緣故 但是我經歷到神自己 那種的真實、奇妙和愛是沒有改變 然後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福音了 這是福音 所以我們要傳福音 之前要受這些訓練 有時候是無可逃避的 不是神拿我們來開玩笑 要祭一下我們 練一下我們 而是真正 這個就是福音的力量 求主連問我們 這一段聖經 提醒我們 主耶穌來的日子很近 不過來的日子之前 我們 預料了要面對這些挑戰 不過就是因為有這樣的挑戰 我們有福音講 是不是? 沒有這個日子 我們可能沒有這些福音講 會變得很膚淺 但是有些日子 感謝主如果我們能夠堅忍到底 我們有福音講 求主連問我們 一起祈禱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 我們多謝你們 主耶穌祈禱我們昔日 門徒不是很明白怎麼問 但是你說出一些很有意思的說話 主啊 我們不敢再批評門徒 因為我們其實都很愚昧 我們求你自己同樣的連問我們 讓我們在你自己的預言當中得到警醒 並且在你的提醒當中 我們願意走上這條你來之前必然會走的路 主啊 我們願你快來 但是我們都知道 你來之前 我們要將你的福音傳揚出去 就是因為你的旨意本來就是這樣 求主連問 聽我們討告封耶穌基督的名 Amen